這個豉油雞是我媽媽的拉手菜 你們之前看我做的豉油雞是用豉油浸的 這個方法不一樣 最近我的濕疹手很嚴重 我媽媽就過來幫我煮飯 放些油進鑊裡 放些薑片蒜頭爆香 媽媽說把雞腿、雞翅斬出來會熟得快些 把雞放進鑊裡煎 這樣煎出來的雞會滑些 穿青是小火慢慢煎 大概是這個火候 煎到它甘甘汪汪式 就像屎噴一樣 一隻雞倒入一小碗的豉油 兩邊都煎一會讓它上色 大概加入兩至三瓶水 重點禮,要放兩斤白砂糖 繼續把它們翻炒一下 我看媽媽的做法真的很簡單 一隻雞放一小片冰片湯 旺旺地式那種 蓋過煮20分鐘 中間不停幫它翻臉 如果想汆水更好的話 就像屎噴一樣 倒些汁汁 到25分鐘就可以關火把雞撈出來 是否看上去Homo Lando 還有很多汁汁 我現在條件有限 所以多數都是在家吃飯 在家吃飯的話 我媽媽一定不會做豉油雞 之後每個人都會讚它 你煮的時候雞真的很好吃 對呀 對呀